偷吃巴士和地铁车资的罚款加重头5个月 被捉的个案有3400多起 比去年同期少了约两成 而在巴士外包模式下 学者认为巴士车资的稽查职权 应该交由政府来执行 以确保持续的有效性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没有支付或少付车资的罚款原本是20元 但在2月29号起 调高到50元 公共交通理事会提供给本台的数据显示 今年3月1号到7月31号 偷吃地铁和巴士车资而被捉的个案 有3400多起 比起去年同期的4000多起 少了640起 渐辅达16% 理事会表示会密切监察 并同公共交通业者合作 减少偷吃车资事件 不过学者认为 随着所有巴士路线 从5月起 陆续改用巴士外包基因模式 取地偷吃巴士车资者的工作 应该交由陆路交通管理局负责 业者他已经是由政府那边收取固定的收入 那么因此业者他依然对于降低本身的运作成本 还会投注于相当的关注 如果要击查车资的支付情况 会导致运营成本升高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业者或许他在这个力度上 不免就会有一些比较实际的考量 学者指出巴士外包模式意味着政府代替业者 承担车资收入风险 一旦运作费高于车资收入 政府就得贴钱 要是政府补贴有限 成本难免会反映在车资上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